你聽的是Only One Radio 畜角雖然是表演 但仍然有他真實的一面 畜角界內部的事情 你又知道多少 這個世界這麼大 不是只有一間WWE 你又知道了 Rainnator 右手的一本 刺激了 Rainnator 歷史動了 歷史動了 如果你是一個宿角迷 或者對宿角界有興趣 我Rick會帶你進入宿角界最真實的一面 逢星期日 Only One Radio 宿角時報Chinese Wrestling Audio 等著來聽 畜角雖然是表演 但仍然有他真實的一面 畜角界內部的事情 你又知道多少 這個世界這麼大 不是只有一間WWE 好有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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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解釋給聽眾 因為如果你們有看到我們節目的宣傳 都知道我最近因為工作繁忙 平時我們錄音的時間就是 一個星期五晚上九點 但是昨天就因為 因為我們現在是星期六 因為昨天我就有公務在身 就不能錄音 變相了我沒有空 變相要退一天 即是星期六我們現在九點才錄 但是變相一輪到鬼不可以了 但是the show must go on 那節目怎樣都要做 但是沒理由只有我一個人說 我就找了一個幫手 Jeff也是我們的聽眾 那算是 Jeff也跟我們玩過幾次的封閻 是嗎 是啊 有沒有十次 有很多次 有啦 你算是說了一下東西的 我就找了你 跟我們做今集的節目 暫時看一看 看看下個星期我們的節目 會不會有需要改動 因為我最近真是忙得不得之了 不得之了 不得之了 是啊 今集的Raw第一段 Daniel Bryan就 上個星期不見了人 因為之前那個星期五 即是前個星期 他跟Blade Ballard結婚了 所以上個星期 他所有的電視節目 他都沒有出席 因為結婚了 要Honeymoon毒物魚很正常 但是這個星期就要回來了 但是他完過Honeymoon回來之後 就收到一宗多不開心 多不幸的消息 那就是他爸爸就過了生 變相了就 Jeff 先問一下 你看一下Daniel Bryan這一集 走出來 就是 給你的感覺如何 都沉重的 不過他都OK 反而是Blade Ballard 那個不開心的樣子 他就上了臉 就是我看上去那個畫面 反而Daniel Bryan都可以隱藏 當然自己的爸爸不在 他少少都有 不過表現得出來 多一點的 我覺得會是 Blade Ballard 我又回到另外一邊 我又回到覺得是 Daniel Bryan那個 就是 你看到他一走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他是 呃 呃 在哭的那個樣子 就是 呃 你這些東西是沒得騙的 這些東西是 因為 尤其是 呃 呃 再說說一些 比較上是後台一點點的東西 就是呃 當日 呃 他們RAW做之前 他整天在後台 整個下午 這樣 呃 Daniel Bryan那個心情 我聽回來是極之低落的 那 有很多他的朋友 譬如 Cecero Tiler Black 即是 Seth Rolland John Cena Demis 那些 很多人都走去安慰他 嗯 嗯 其實呢 有感染的 就是 不是 嗯 說真一句 他死老爸這些東西 每個人都不想的了 變相了 呃 那他的情況很正常 那 呃 其實他們原本呢 是 有一個option 就是說 你今晚可以不用出席 你今晚可以 呃 以一場RAW你不用做 你馬上回家 你搞你自己的事 但是 啊 Brian就選擇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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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一段西文線 因為他們現在 跟 啊 啊 Daniel Bryan跟 Kane那條故事 他們上個星期就 叫做 有一點點是 呃 賣了一個種子下去 但是 你 怎麼都要開個球 因為如果你 不開球的 你5月3號 等一下看清楚 是不是5月3號 那裡應該是5 5月4號 那裡那場 Extreme Rules的Pay Per View 你怎麼做呢 因為你 下個星期應該是 高空秀來的了 那變相了 你怎麼都要 開始 做一點點 build up 先的 那就 阿Brian算專業的 阿Jeff 你覺得 對呀 都是的 那麼突然之間 你 其實 其實我之前都會覺得是 那些人 你拿完冠軍再娶媽老婆 其實整件事很開心 但是你一下子 在一個高峰 你反而 很難接受這個現實 其實 等於 Altimate Warrior 那無故不在 那 他也很難 但是現在 作為一個 就是人來說 那自己的老爸在那 更加難 整件事是 將來很專業 他可以 就是 就算公司要求 你可以先不用回來 但是他都要 就是完成自己 作為一個冠軍 可以說是一個事的 我覺得他是經驗的 嗯 OK 但是 說回 他這一段西文 他整段西文 都是 沒有被 阿Brian說過任何事 因為 他們知道 阿Brian是說不到話 OK 因為 你這樣的心情 大家 你都很難不斷推廣 變相了 整段西文 都是 都是 Stephanie McMahon 來到 去 帶著 然後 Kane 走了出來 然後 三下 Tombstone 在場內 一次 我記得 好像在地 一次在地下 另外一次 就在 Steel Step 那裡 另外一個 就在 那張 龐屬台那裡 那麼 你覺得 這次的 那個 build up 因為 我之前也聽過 一些人的評論 這個我沒有說過 就是 上個星期 我上個星期 沒有說過 就是 Kane 對著Daniel Bryan 這一場match up 其實 某程度上 比較 weak 但是 你看完 今集的 Raw之後 就是 撇除了 就是 Daniel Bryan 他家裡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 就這樣 只看 那個 Story Line 你覺得 那個 表格如何 那麼 盡力玩的 都ok的 那麼 始終 你是要 強勢 那麼 Kane 出來 戴上 面具 就是 他 之前在 Restle Media 撞不下 The Shield 那裡 現在 戴上 面具 醒神 還可以 對著 冠軍 雖然說 是偷襲 就是在後門 但是 做到一些壓倒性的事情都ok的 就是在有限的事情上做出來 嗯 但是 就是 那三下 Tombstone 現在他們的Story Line 就是他 Daniel Bryan 就有Stinger 應該是一些腦震盪之類的 輕微腦震盪之類的事情 那麼 這一個星期的Show 他都是完全不會出現的了 無論是Smackdown也好 那些House Show也好 他都不會出現的了 那麼 我當 因為我們平時都喜歡玩 一個DIY Booking 遲些我們都會有一個 新的節目環節 就叫做The Booking's Room 那就是會給我們講一下一些booking 或者一些我們所謂的DIY Booking的事情 那我現在先跟你玩了 那如果給你預約 那 因為現在Daniel Bryan 他要暫時走路走路 那下個星期的Raw Go Home Show 接著就 5月4日就一個Extreme Rules 我給你選擇 Daniel Bryan回來的時間 你覺得 比較適當的是什麼時候 下個星期的Raw 還是留到Extreme Rules 那時候才拉回Daniel Bryan 即是拉回Daniel Bryan出來 下個星期Raw是25號 下個星期Raw是28 下個星期Raw是Go Home Show 來的了 這樣的情況 那我覺得如果是可以 下個星期其實可以不回來 不過要做些東西 再Build up Kane多些 我在那裡 你繼續說 因為其實Kane 他被人job了那麼久 他要做些東西 去Build up 他有其他人的 那你現在 就是Bun Song Danny Bryan要Bun Song的時間 那 就等於之前我們說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 他們會不會見面得太多呢 那 導致到他Pay Per View的比賽不重要 嗯 如果太多身體接觸上的東西 是啊 反而去Kane自己單方面 去Build up 而去到Pay Per View才給大家 就是大家看他兩個的比賽 嗯 我覺得OK的 如果比賽 就是比賽我預約 呃 這一個就要看Brick Baird 肯不肯合作 嘖 我會玩大 如果我預約一下的話 呃 下個星期的Raw Kane就會出來 Slam Brick Baird 但是 但是怎樣寫Brick Baird 自己走出來呢 呃 不需要的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預約一場 D for Stating Match 就是他兩姊妹 他和Nickey 跟著對面一邊的箱就隨便 扔 兩個那些 呃 哪個都好啦 不用管了 OK 跟著打到這樣 突然 Bong 一聲 跟著Kane走出來 其餘的雞飛狗走 有些東西走不遲 Brick Baird 就逼於無奈 就留在擂台那裡 所以後來Kane就速Slam Brick Baird 不需要Tone Stong 速Slam Brick Baird 就是綁架他 呃 綁架? 就是擺個人在台邊 就是到時Pay Per View的時間 嗯 綁著他出來 嗯 然後就跟他比賽 都可以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 呃 不知道為什麼覺得這些所謂的綁架劇情呢 就是我自己 在我自己的booking的心態上 是有點疑難做 還有就過分地drama 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比較抗拒於這些 就是綁著一個人 呃 呃 威脅性 就是威脅性這些 就是 呃 對我自己來說比較難做 但是就 呃 到時WWE 會不會玩這些劇情呢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因為 其實說實話 我最初 一開始 我聽到 Extreme Rules 那場 呃 就是 那場冠軍賽 是Kane打了Daniel Bryan 我第一件事 心想我是先打了一個特戰的 就是 我不管你現在Kane 你究竟是不是戴上了一個面具 OK 但是問題就是 呃 其實Kane現在再打一面具 對我來說已經是 沒有 沒有了那個作用 已經 因為他這幾年都不是 建立到他是一個叫做 一個 呃 很strong 很strong 的contender 之類的 OK 就是 呃 我明明看得出來 是捧了Daniel Bryan 拿來 OK 那接著 呃 脫離了之後 接著 Kane就慢慢慢慢 就 不知為什麼 去了 呃 Triple H那邊 就脫了一個面具 穿了一套西裝 這件事都做了 都差不多 呃 七個月 八個月左右了 OK 那去到現在 你再打一個面具 其實對我來說 已經 已經沒有了那種 這樣的 呃 以前 Sean 經常說 那種恐怖神秘感 他剛剛 初七回來 其實我覺得 都還可以的 那起碼在 WWE 你 就是 以一個 Q來説 在WWE來説 很少一個 Q會在 WWE 是 很 Queen Sheet 贏了 Randy Orton 嗯 但是 之後 下來做的事 就開始 台南梅 還有 連Restomania 即今年的Restomania 來説 都要 努力下去 嗯 那真是 哇 一個 倒頭 還有 呃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呃 其實在Restomania 之前 我不記得 我有沒有在節目 那裏說過 如果沒有的話 一定在 麥克風那裏 有說過 一件事 其實我幾擔心 Daniel Bryan 他贏了這條 title 之後 那個 title run 是怎樣的 因為 現在 給我看中了一件事 就是 Daniel Bryan 贏了這條 title 之後 跟著 你有沒有 即是 有沒有一些 contender 來給 Dale Bryan 去打 去挑戰 Dale Bryan 這條 公軍 那現在 我看到的就是 他贏了這條 title 但是 以下的那群 沒有人 ready 沒有一個 可以是 你完全可以是 OK 隨便 眉馬 指著 這一個人 就OK 他是應該上去 挑戰 Dale Bryan 除了 Block Lessler之外 但是 Block Lessler很難 Block Lessler 因為他那份 那份 死人 派藥 那份 死人派藥 不知道現在 全文就說30天 OK 我保持著現在 這個理論 因為我之前是聽 Dave Mel Sir說 簽兩年 每年30次 OK 應該是這件事 所以就預約 不可以預約Block Lessler預約很多 變相了就是 跟著你看現在 The Shield要對著 Evolution 這個時候說 跟著 Bray White 還要繼續 跟John Cena 打 跟著你看 之後那些 你有沒有哪一個 可以 立即拉上去 可以跟Dane Brun 爭那條冠軍 其實沒有 勉強 勉強就是Cesaro 很勉強 但是Cesaro 又未到那個位置 現在 WWE 叫做榜人 今年 我們稱之為兩大project 一個是Roman Reigns 另外一個是Cesaro 但是Cesaro 他剛剛才脫離了 這個 Real Americans 他脫離了 George Vega 他沒有做過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可以說服到我們的觀眾 就是他可以有資格來挑戰 這個WWE World Heavyweight Champ 那Cesaro 還未到 變相了 現在 Cain 其實我覺得 叫做戈乃尼 就告訴你 因為他在Restomana 其實做的創作也挺厲害 一人之力就挑戰到Evolution 整隊 是啊 還有你現在 將兩條Bell合併 那個含金量真的很高 你不像以前 就這樣一條Heavyweight 或者一條 一條 一條 所以其實都真的比較難搞 現在我怕的就是 就是 之前也有很多人都提過 這件事情 就是會 現在David Brown的Title Rain 會拿回和Donnie Chris Benoit 又是Chris Benoit 我發覺他們兩個 好像找到一些共通點出來的 就是 Dane Brown和Chris Benoit 當年Chris Benoit 那個Title Ring 又是差不多這樣 就是他Restomania之後 不就是Restomania那一晚 他打贏了Title Bridge和Sean Michaels 之後那個Pay-Per-View 又是做了一次 之後你又是發覺 下面沒有什麼人可以給他挑戰 然後又是去到SummerSlam SummerSlam SummerSlam 是的 然後去到SummerSlam 沒有多久之後 你把Rendy Austin出來 就贏了他的重量級冠軍 但是那個短期 然後後來又是要給Triple H 現在我們擔心的問題就是 究竟Daniel Bryan的Title Ring 可以維持多久 更加難 你那時候只是單一條 Well-Healthy Way 你都可以說落回去 Chris Benoit 但是你現在的含金量 其實是很高的 你是一個代表 那對落除非 都沒有什麼除非 沒有誰說是特別的新人 反而會說回 好像我之前說過的一樣 會不會在The Shield 雖然說現在 他這個星期做的事情 都挺厲害 在今天剛剛做完的Smackdown 是的 那會不會在那裡 去做一條故事線呢 如果對完Evolution 我這樣想的 因為我先不想The Shield 那邊先 我先想了Wyatt Family 和John Cena那邊 John Cena和Brey Wyatt 他們在Extreme Rules 那裡會打一場 Cage Match 那順勢說完 他們這一集的Build-up 那他 這一集就做了一個投票 就是John Cena那裡 就給觀眾投票 就是給你三個選擇 你一是單打Luke Harper 一是就Triple Threat 打Luke Harper 和Eric Rowan 一是又是Triple Threat 就打完三個 就是Wyatt Family 全部三個 那可想而知 大家看得出 就是那些觀眾 對於John Cena的 那個憎恨程度 有多高 你看到他 我心想 我一看到這個Pode 我心想 一定沒有 就是Luke Harper 和Eric Rowan 頭的兩個選擇 這個可以是 可以的 我早就已經猜到 那個結果會是怎樣的 一定是第三個 一定是 一定是 玩殘你John Cena 玩殘你為止 一定是 對呀 三個人為止 哈哈 他就這樣 單打Luke Harper 都多的 我覺得有四成人 但是 無奈何的情況下 就是有第三個選擇 就是 單挑三個 要三個 沒得選 大家都是選第三個選擇 不是你沒辦法 因為你個個很想Cena 死 不是 個個 就是大部份 一些成年人觀眾 就是 小朋友觀眾 那些不是的 女性觀眾 那些不是的 特別是我半年前 整哭了在一個 一個 DETROY機場 那位 那位女士 那個應該投票給 就是 單打 單打給Luke Harper 那位女士 I'm sorry 哈哈 但是 講回這場比賽 那個建築 他最後的音樂 嗯 我很久沒見過一集RAW 他那個結尾是 這麼特別 還有 有些 有些 陰森恐怖的 感覺出來 但是Cena的電影 不知道為什麼我承認 他會想笑 想笑 那樣 雖然是 是恐怖的 被Ryan的樣子 但是當你看回 John Cena 讓他抱著的時間 我會覺得他 咦 是不是他忍不住笑 他很想笑 很想笑 你快點笑出來 我沒有留意 我沒有留意 他真的想忍笑 我沒有留意 我覺得像是 好像 我不知為什麼 我覺得有點搞笑 但是恐怖 但是 那個情況 你抱著John Cena 那個畫面 有點搞笑 我覺得 你會覺得搞笑 我覺得 有些 那麼多 是 變態 兼恐怖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突然之間 說這件事 我的腦袋 即是 POP UP 那個畫面 另外 另外一種 又是 那麼 陰森恐怖的 畫面 就是 Donny Added to Error Steve Fauston 以及 Undertaker 你記不記得那一幕嗎 Jeff 忘記了 我這個 我沒有你這麼老 哈哈哈 糟了 你含殺死 即是 當年 那一幕是 Undertaker 你知道他的標誌 弄得好像一個十字架 是不是 是嗎 是呀 是呀 T字 那一集的Raw 他就把 Steve Austin 就好像 耶穌釘十字架 掛了他 然後 把他整個人 浪起了 那一幕 又是一些 即是 一集Raw裡面的 陰森恐怖的 一些 Ending 這集的Raw 就輪到 Bray Wyatt 抱著 John Sena的頭 在那裡唱歌 但是當你看到Bray Wyatt 去捉他的臉 我也是覺得 有些好笑 哈哈哈哈 那我不知道 這一個 但是 我覺得這一段 Story line 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他們拿回 一些比較真實的情況 就把它扭曲了 拿來做Story line 就是 John Sena 現在有多少成年人 是真是支持他的 這個就真是見仁見智 現在很多人都喊 很多人都喊 Cinna Sack 那我覺得現在WWE 你唱這首歌 我有點投訴 不過我先說這個 就是 就是 他們拿回 現在的觀眾對John Sena 那種 就是 不滿那種情緒 就拿來做Story line 就是 Bray Wyatt就說 現在的 現在的宿角迷 現在的人 都是不喜歡你的 OK 他們不是真的站在你那邊 他們是站在我那邊 一個我覺得 誰想這條Story line 出來的 我覺得挺聰明 就是借力打力 有一點點 都是 起碼引起到大家一起跟他唱歌 其實 這個cloud挺好的 就是 你引發到大家一起唱歌 是啊 OK的 但是那首歌 我是不知道是什麼歌 那首歌 你知不知道 我更加不知道 這首歌 這個我不懂 但是就是 說回後一點點 就是 因為我們剛才是說了 Daniel Bryan那筆 但是 我覺得 這一場 Cage match OK 呃 你通常的 Rustlemania比賽 大部分都是 face贏的 OK 但是去到現在這個地步 呃 你是 如果你真是 WWE 是真是想 今年之內 再碰一碰 Bray Wyatt 的話 這一場 他一定要贏 還要是 鴨賭勝 呃 不鴨賭勝 就是這個 呃 另話 那 就是 至低限度 起碼 呃 你那個過程 和 去到結尾 是 呃 build up 是 你被人看到 你 Bray Wyatt 是 真是 strong 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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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跟著 等你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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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有兩個手下 在龍旁邊 都很難輸的 這場 no DQ 我不知道啊 你 WWE 有時候的booking 是很奇怪的 就是 我們覺得是應該贏 但是偏偏 他就book了Sena 贏 這個 就 奇怪 但是 我認為啦 這一場 如果Bray Wyatt 贏了之後 他可以拉上去 來到 去打Danny Bryant 可以 可以 因為 還有 我想你們大家都記得的 就是 Rawr Rumble 那裡 Bray Wyatt 是贏過Danny Bryant 的 很清脆地贏 清脆利落地贏 變相了 OK 那如果你 Extreme Rules 那裡 Bray Wyatt 可以贏到 John Cena 那你 Daniel Bryant 你就是我的對手 你猜到時候 會不會還拉上 他老婆一起玩 其實我覺得可以的 有時候 那些 親戚 老婆 出來玩這些故事線 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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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這樣形容 對不對 我覺得 就有些 一塊牛扒 灑鹽 這樣的情況 會把那塊牛扒 煎得香味 將故事線 玩得 OK 我覺得 是可以的 這些故事線 玩法 我記得以前 好像 Randy Randy Savage 都 類似做過 這些 類似差不多 這樣的 劇情 我記得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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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兒 Mis Elisabeth Eelisabeth 你們年輕一輩 看多些舊事 我都很好年輕 那段故事線 即Randy Savage 和Hogan 當打 我都很年輕 不是 未出生 我也很年輕 我還沒開始看畜角 後來我是懂得看一些舊的東西 有很多人以為我很老 四十幾五十歲 因為我經常講很多舊人 譬如Karl Gorge Ed Lewis 這些是 真的連我們父親都沒有出生 我剛才說過兩個 但我懂得找History 他們可能都不知道 尤其是跟他們說 問他們的舊人 他們會說一些中文譯名 什麼風火輪利高 你說誰 因為以前香港有報過舊的情況 對 我知道 是不是什麼風火輪利高 風火輪利高 這個我沒聽過 這個 是不是William Legal 這個 我只是靠古 這個 我只是靠古 但是 很容易聯想到 有些事情 我不知道 我來來去去 香港 說的 都是迷魂所理魂 君子馬蘭奴 又或者你 偶爾 可能有些人會記得 有一個老虎大加星 就是一個太格折勝 哈哈 哈哈 一看就知道 你了 但是 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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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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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燈走了 我燈走了 不是 我燈走了 一個 Cicero 但是燈走了不到 Way Barrett 先說了 Way Barrett 那一筆 當晚第一場比賽 他們Live TV的第一場比賽 就是Way Barrett對著Sheamus 其實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我覺得好看的 真的 沒得好說 真的很好 至少你不像以前那樣 你打比賽 然後場邊不斷 JBL 那不是 今場是 竟然是出現了 This is awesome 哇 這些crown 你很難求得到 現在在WB的情況 不是 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說 那些crown 你要想想一件事 就是 當晚的RAW 延長 他在Bottomore 其實Bottomore那邊 都是一些 叫做 Hardcore Wrestling Fans 的地帶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Bottomore那邊 Bottomore那邊 近紐約 近紐約市 其實那邊 都是大家一起 老鬼看失角多 大家興奮 ROH RWish RWish 他們其實 近年 一兩年 再遠一點 我不知道 但是近一兩年 他們都是一直在Bottomore那邊 搞數 他們經常會去Bottomore那邊 所以 所以 那場 其實 靠也好 其實打也很好 我看上去 嘩 都不同 跟以往的東西 還有 你看到 Shamis的打法 就是 你看到 他的節奏 開始 比以前快 還有 會 好像 我很多星期前 說的 Big Show 那段故事 就是 FIRE UP 一場比賽 你有沒有能本事 可以令到 那些 觀眾 去投入 那場比賽 就是 你打的時候 你夠不夠FIRE UP 你看到 Shamis 現在出招 他除了FIRE 之餘 他還有那種 他還有那種 火 其實 你看到 他拿著 Ray Barrett 飛到台 那一刻 其實 很精彩 是啊 他有兩下 都很精彩 其實兩下 都飛到台 有一下 在Top Road 那裡飛下去 說真的 那句 Shamis 你 都算是一個 Big Man 你 260 70磅 是啊 你這樣飛下去 其實說真的 他不少東西 然後 另外一刻 就是 Ray Barrett 就 站在繩子上 然後 Shamis 就 鑑伸了一個 Cross Body 就衝了過去 然後兩個 就滾到台 那一刻 那一刻 我又看到 就是 抹大口 跌了下巴 那一刻 那一刻 很厲害 還有 那一刻 我還覺得 那一刻 Bow Hammer 但是 反而 這件 我會覺得 有點突然 這件 反而我不喜歡 你不喜歡 因為 因為他 那些 運動 做完 就突然之間 去到一個 那我覺得 這麼快 完了 但是 OK的 其實 整場比賽 我唯一 是 不喜歡 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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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說 這場比賽 不算是 很特別重要的 比賽 但是 相對比 例如 主場比賽 真正的 冠軍賽 又或者 大肌肉的比賽 例如 Wrestlemania 那些 這一場 就不是 那些 方式的比賽 變成了 你在這些 比賽的 情況下 突然之間 玩這些 很震驚的 尾 OK 沒有問題 還有 其實 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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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到某一个情况下 他随时都会出那一刻 而去到最后就是 Ray Barrett就 我不记得是怎样的情况 被Shamis打下台 然后Shamis又不知道 是否想出 Slow Side Dive 学一下Dan Bryant那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想着 他出都没算害怕 说真的一句 Halbert比Shamis大大 其实他都出到了 所以那一刻我都 看大了一只眼 然后跌了下巴 对了 然后突然之间 突然一个Bowhammer 就搞定了Shamis 我不知道现在 WWE那个心态 对Shamis的心态 我仍然是听到 这一样东西 就是仍然是在找位置 让Shamis转销 其实我觉得现在他留在 或者这么说 既然上面没有位置的时间 你留在IC来做打IC 其实我觉得OK 喂 那你说错了 因为现在他不是出线 我说是Shamis 我说是Shamis Turnhill 嗯 可以做狠一点 如果是Turnhill 比Shamis更加狠 那没办法的 因为你现在Shamis 那个Face 那个角色 已经是做无可做的 如果是 就是觉得OK 你近期打一些比赛 打得OK 要找一些东西 激起你的Gimmick的话呢 那除了Turn之外呢 无论Turnhill也好 Turnhill也好 现在他Face的 那当然是Turnhill啦 这个算是唯一一个出路来的 但是另外一边 虽然Casero对着RVD OK 这个我真的 我上个星期骂过的 就是Casero 和Jazz Wackert那段故事 因为上个星期打了 一段这样的Turnhill 那看下去就不了了之 但是原来 看回这个星期的RVD 原来我错了 原来他们是铺排你而已 纯粹是 但是呢 那个情况就 我开始看Paul Heyman 和Casero走出来 那时候就有点疑惠了 Paul Heyman 不是,sorry Casero 有首新的出场歌 那首出场歌很难听 Beebo,Beebo,有某人 谁啊 Beebo,Beebo,是 Scotstanner 哦,Scotstanner 我以为你在想这个 在之前这个 Added to Error有一对Stable You have right to sense 哇 我觉得Beebo,Beebo 好像有些累积的 出了 哈哈哈哈 不知道 但是我看 我一听到这个出场歌 我不是想起 Scotstanner 不是想起 Right to sense 我是想起 我的朋友John Pollock 和Cord Bale 因为他们两个有一个电头的节目呢 他们的电头节目的开场歌呢 和现在Scotstanner的出场歌呢 差不多九成似 AGA 不是大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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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 就贏了 現在看範圍 應該Extreme Rules Cesaro和 什麼 我以為你說IC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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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 但其實有件事 其實已經做了 什麼 什麼 因為 其實今天 場Smackdown Cesaro已經對了 Jazz Greger 今集Smackdown打了 因為我還沒看完 因為我只聽了一些報告 打了 打了 我打了 對 我想已經結束了 可能結束了 你為什麼搞 我完全不知道WW那些 我不知道這段Story 哪個BOOK 你有沒有可能這麼快 因為 說真的一句 你比較上Logic 你應該是 Extreme Rules 你Cesaro就打 Jazz Greger 應該是這樣 但是你這麼快 就 把他們兩個 埋牙 我覺得 你先浪費一條故事 極速地玩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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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為什麼不 斷了一點點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但是 我想說一下 Paul Heyman 那一部分 Paul Heyman 他 就是 Jazzre 因為Cesaro 和Paul Heyman 兩個走出來的時候 Paul Heyman 就給Promo 但是 Jeff 你有沒有留意到 Paul Heyman 那些Promo內容 好像都還在說 Brock Lesler 是啊 還是21比1 好像聽下去 我不太懂英文 但是我聽大圍的 應該都是 是啊 即是 他是很斟酌地去說 是Brock Lesler 他斷了Undertaker 那邊的書 那 即 Paul Heyman 那個Promo內容 令我想一件事就是 第一 他和Jazzre 現在兩個拍在一起 這個肯定是短線的 OK 第二 他們 真的有機會 Build up Let's say 有可能 可能是SummerSlam Jazzre 對著Brock Lesler 不是 Cesaro 我經常說到Jazzre Cesaro 對著Brock Lesler 兩個都大劍頭 其實OK 希望不是獨角師英 就OK 其實 Lesler大劍一點 Lesler大劍一點 但是 如果你說大比賽的話 Claudio是OK的 沒問題的 其實大比賽 技術性的事情 我是有些沒有 批評 但是這個我不說 是什麼 但是 我在想 就是 他們可能來 Build up 一段Story Line 就是 因為現在的Paul Heyman 他那個 推廣 一直都是 斟著 來講 Brock Lesler 去到某個地步 接著 Cesaro 就生氣了 喂 你 一直在說 Brock Lesler Brock Lesler 你完全不放 我這個New Client 在眼內 然後 後來 撿 Paul Heyman 一劑 跟 Brock Lesler 抄襲 這個 要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 SummerSlam 來做 因為 你現在Brock Lesler 還有約 WWE 第二大Pay Per View SummerSlam 你沒理由不做吧 但是 給你選擇 你會是 偏向Cesaro 還是對Daniel Bryan 如果是這樣 我寧願 他對著Cesaro 先 解決了Cesaro 先 嗯 因為 這個星期 我 私底下 和 一些 Wrestling Journalists 大家 Facebook 訊息 我們談了一個問題 就是 你現在 Undertaker 那個Winning Street 搞這麼大 而現在 你找一個Brock Lesler 你去擊破了他 嗯 如果 在這個情況下 OK 嗯 你Brock Lesler 你跟著到你的比賽 你是真的 不可以輸 除非是去到某一個 是 一些 很 Critical 一些很重要的 moment 你才讓他去輸一些比賽 譬如 譬如 Let's say 你 Summer Slam 他下一場 OK 跟著 看看Summer Slam 到 Wrestling Mania 中間 會不會 可能 Survival Series 或者 Rawal Rumble 這些比賽 讓他出一出 那麼 這些比賽呢 第一件事 要看他對著誰 第二件事 就是 Story Line 和預訂 第三 就是 如果 那個對手不適合 和 那個 時間不適合 他 接下來 這幾場 去到Wrestling Mania 之前 他一場都不能輸 很難預訂 其實整件事 是難預訂的 有難預訂 你第一件事 你一直都只能靠 郭希文去說話 你人多 因為 其實說了一句 我聽過 我們這一邊 多人多 某個電台節目 有一個聽眾 就 打電話上去 他就 說了 又是他自己的 DIY預訂 就是說 不如 玩一些這樣的東西 就是 譬如 他說 明年的 Royal Rumble 不如這樣 不是 說前列 他說 Summer Slam Cezaro對著 Block Lesley Block Lesley贏 然後到Royal Rumble 那時候 Daniel Bryan對著 Block Lesley 然後Block Lesley贏 然後到 Wrestling Mania OK 就對著一個 一定是對著 Royal Rumble winner 2015年的 Royal Rumble winner Royal Rumble 然後 Royal Rumble Royal Rumble 在Royal Rumble 31 對著 Block Lesley 然後 Royal Rumble 打贏 Block Lesley 然後你就 鼓起了 Block Lesley 我覺得 這個 idea OK 但是 我某程度上 有少少害怕 又是高得太大 不是高得太大 不是高得太大 問題是 這個 我又是近期說了很多很多次的 就是 你現在WWE那些 電視節目 那個 Time 那個時間 長得這麼可怕 你 就是 你那個電視節目 你一長 你那些 storyline 你很難是 拖到 是一個 很長遠的 storyline 這樣來做 你看 Daniel Bryan 那八個月 我們鬧了多少 哎 是 是去到 結尾 我們才有那個 叫做 叫做 可以說 就是 有那種 叫做 有 書懷的感覺 但是中間 那八個月 我們是真的 捱得很辛苦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有 就是 我不知道 究竟有多少粉絲 是 就是 我拿回 Daniel Bryan 一個例子就是 這八個月以來 是可以很 很堅持 來 叫做 很 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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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禮拜 就是 引了你兩個月 不要看 我不再看了 接著就 有些可能不回來 以我所知 有些粉絲 是不回來 但是有些就是 去到結尾 譬如 Restlemania 都知道 Daniel Bryan 回來欠名 怎麼都支持你 怎麼都回來看 接著見到 Daniel Bryan 贏了 接著就 有那種 輸壞的感覺 OK 但是就是 譬如說 現在這個粉絲 他提出這個想法 即是蠢的想法 就是 Cicero 對著 Broad Leicester Summer's Land 接著 Brian 對著 Broad Leicester Royal Rumble 接著 Roman Rings 對著 Broad Leicester Restlemania 31 做不做到 這個問題 還有 我不知道 WW現在 他們 接下來 30日的 預約是 做成怎樣 這個 我不知道 還有 有一件事 就是 要考慮 倘若 Roman Rings 如果真的在 Restlemania 去 有個 這樣的挑戰 的時間 他會不會 脫離了 或是誰不玩 但是 他不玩 其實蕭的時間 那個歡迎度 會不會還是這麼強 呢 他不玩這個 是 這個好 我覺得 怎麼都會有辦法 WW 如果他們真是 很有心機 訂一個人 來 去Push 我覺得 怎麼都有機會 問題就是 究竟一個人 在Push 那個 期間 會不會出現 一些情況 就是 譬如 你 你需要弱檢 又或者 你需要罪嫁 又或者 你突然之間 發現你後台出現 什麼態度問題 啊 或者受傷 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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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問題 老真當 會不會 突然之間 中間會出現這些問題 這些 又是 一些 長遠 booking的殺手 告訴你 是啊 真的 真的 沒有 你 上年 避了很多 Randy Orton 很難說 他是否避 他始終 後面 WWE 覺得 這個人 是有聲味 而且他是第二代 無論如何都 力積他 他 大大話說 Randy Orton 都 碎了多少劑 我都不記得 又弱檢 又大麻 這些 這個 不管他 但是就是 現在說到 Roman Reigns 現在我聽過的 一個想法 之後 後來 The Shield 都拆了 但是拆的情況 就是 Roman Reigns 出來單拖 接著 Seth Rowan 和 Din Ambrose 兩個組 Hill Tag Team 嗯 我是擔心 躺藥 他兩個組 Tag Team 會不會浪費 嗯 沒有說浪費不浪費 我覺得 叫做 嗯 嗯 我覺得可以的 如果你是真的 找到一些東西 來提起他們兩個 我覺得 打擊一天 無所謂 因為 講真一句 你 WWE 人 那麼多 但是 Sport位 那些位置 只有幾個 OK 那 你 你 將這對三人 組合 你一拆了 OK 你僅有些人 是會 沉下去的 OK 那 你寧願 是 OK 我可以拆了 接著 Deen Ambrose 和 Safran 兩個打單拖 接著兩個一起拆 還是 拆了 Roman Ringson 接著 另外 Safran 和 Deen Ambrose 所以兩個一起做 一些事情 可以是 保持著他們的 嗯 不要說 momentum 就是 有一個 叫做 令人 看到他們 的一個位置 是 給到他們 讓他們 一起做一些事情 就是TED Team 那 我突然之間 想到 一點點 話說 NXT 這麼多 都是獨立界的人 會不會 西走 Roman Rings 然後找那些 人來做 新的 新的 傻的 當然不行 我剛才也說了 今年兩大 Project Casaro 和 Roman Rings 或者 第三大 Bray Wyatt 三大 今年 就是 谷 這三個 沒有了 但他們 都要有存在 他們都存在 那 Seth Rowling Seth Rowling OK 我剛才說 我 RC 出閣討論區 的時候 我也說過一句話 就是 你 booking OK 有一個 最好的 就是 譬如 現在你有 兩個人 他們 我當 打個比喻 OK 他們兩個 單打 也是 沒有什麼作為 OK 那 有什麼出路 是給他們 兩個 呢 他們兩個 一起打 做Tag Team 我告訴你 日本很多 這些人 我告訴你 不是說他們 浮浮沉沉 之類 沒有什麼大作為 然後放去做Tag Team 就是 他們 日本那邊 九十年度 很流行 如果 有一些人 他們是不在一個 叫做 欠Title的狀態 他們就自然 是把這兩個人 打在一起 做Tag Team 來爭Tag Team 這樣就變成 他們會有一個 Sport位 其實 WWE這麼多年 他們應該是做 這件事 應該做這件事 近年 我們見到的 譬如 有 就是 你給個 花名 他們叫做 Team.house 就是一個 Rybe Rybe 和Curtis Eso 很明顯 最近的例子 我會覺得 這個最近的例子 那現在 你看回 昨晚的 Smackdown 你就看到他們 開始 叫做 欠Title 就是欠Tag Team 欠Tag Team 是的 但是 其實 我覺得 也不算 欠得很多 因為其實 說了一句 Rybe 昨晚 他也是要被 The Shield 提出 之前中下的因 之前中下的因 他有份 圍攻 The Shield 因為 Smackdown 的時間 應該是 召集那些 Royster 去圍攻 The Shield The Shield 逐個擊破 他是其中一份子 那沒辦法 我告訴你 他怎麼都要出場 讓他 弄一弄 一聲 就打進來 喏 我不記得 是你 還是哪一個 就在Facebook 那裡 打了一句說話 就是說 難道現在 這條Title 會被Rybeck 和Cursus 我告訴你 應該不會 因為如果 是真的 會放這條Title 給他們兩個的話 你 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將這對 Tag Team 做得很強 OK 而 如果 你看回昨晚 那個Smackdown 那個新聞 你Rybeck 是要被人 躲開的話 那就是說 這條Title 強極有限 不 靠也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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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的 告訴你 我 我覺得 暫時的情況 都是 Rybeck 和Cursus 如果是真的在Extreme Rules那裡爭奪Tag Team Title和Ussos的話 對我來說是因為Ussos那邊暫時都沒有對手 找不到對手給他們 他那些Tag Team 我們Rust Domain那時候已經講過了 沒想過他現在真的插快點看片 你之前插Real Americans 這個沒辦法因為你要推薦Cesaro Real Americans 要叫Claudio 我叫他Claudio 我叫Claudio 我沒那麼容易記錯 Cesaro這個名字很難記 算了 以後 以後 我叫Cesaro 叫他Claudio 或者他全名Claudio Castagnoli 這樣我自己會容易記很多 I'm sorry OK 他們支持拆了這隊Real Americans 因為他們要叫Claudio 然後 你現在看到 你Goldus和Cody Rose都要拆了 OK 然後你之前 有一件事 如果你拆Tag Team 我最害怕的就是 我怕你拆完之後 然後 OK 你是突然之間 喔 突然間多了個Hill 出來 但是你拆完之後 你想不到事情 被這兩隊拆了 OK 你看看 Botus K 現在的情況就知道 NXT Robber 這個 下了去NXT被人拆 接著Tidus O'Neill 還有Darren Young 現在去哪 這個就是中下級的Jobber 是啊 如果你說Tag Team 我有點投訴 麻煩你 如果你真的要拆Tag Team 你是真的有一個真正的原因 來拆 等於 你Triple H 你說 OK 如果你NXT那些人 你們如果劇情組 OK 是沒有一個長遠的 idea 或者是 長遠的plan 是給這一個人 的話 你不要拆上來了 OK 那這個 這個logic 這個logic 你放在Tag Team 其實是一模一樣 OK 如果你是沒有一個長遠的idea 是被這兩個拆了的人 我不需要你兩個 你只要給其中一個 OK 我打個比例 譬如 當年 Sean Michaels和Mardi Giunelli 那隊Tag Team The Rockers OK 如果你放在現在的一個年代 你去做 OK 你把 Sean Michaels和Mardi Giunelli 兩個拆了 OK 然後 Sean Michaels和Johill Sean Michaels和Johill 然後你又 不想一些長遠的idea 來給Sean Michaels的話 他也是死的 OK 你看看當年 他們兩個 一起兩個做jobber OK 那你看看當年 Sean Michaels那個情況 他一拆了 OK 做竅 接著是 Pat Patterson 是真的有idea給他的 OK 你都真的要 OK 我說得明 拆了這一隊之後 我是要把Sean Michaels上位 OK 接著你看現在Sean Michaels的地位 是不是 Hall of Fa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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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WrestleMania OK 那個地位 就是 我告訴你 Shot Michaels那個地位 我告訴你 近一 十 二年 不如我說 如果你說是最全面的 摔角手 怎麼為之全面呢 打得 降得 替得 OK 合乎三個條件的話 有型 整個 整個人動 都已經 Charisma Charisma 算起來是型 OK 你真是再表表嘴 真是一個Sean Michaels 你沒有其他 我告訴你 真的 12年 13年 裡面 真是 如果你說是真的 best of the best 摔角手 你毫無疑問 一定是Sean Michaels 沒有其他 你真的找不到 你現在摔角界 你 有幾個可以找到 這麼横圈的人 就算有他 都做不回他以前做的事情 最慘的 沒有辦法 因為你現在 你 WW多限制 然後你 樓下那一班 你有很多都是 不敢 反抗 現在WW的制度 你現在 近這十年裡 唯一一個 會 夠僵 反抗的 只有一個CNP 沒有 莊師 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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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人 他走出來 我們覺得 是瘦落的 因為 他那個 角色走出來 那個樣子 是跟我們有共鳴感的 因為 他都是一個 很簡單 一個很普通的人 所以 所以 變相了 你沒有 你 即 接下來這段時間 我看 你也很難 會有一個人 真的會跟 Sean Michael 來 匹敵 來匹配 很難的 第一節 錄了 第一節 錄了一個小時 我們就先暫停 第二節 就開始說一些 比較新聞 一些 不是 我們還差 Shield 第二節 一開始 先說Shield 好嗎 好 回來再見 你聽到什麼 聽到廣播 星期五晚 有大董事 Garry 和Locky 還有遲些 跟大家一起說 香港播 廣播? 不是一定要自己說的 抽水 不是一定要自己抽的 古波 我看你燈還是神 只要你有膽 有我 Marco Will Kelman 領兆 一起 Only One FC UFC最新戰況和賽後檢討 MNA界內部消息和一一分析 我立技研究生Jacky 有我由十八燒有Rick 會和大家講解綜合格鬥技的知識 我們和你一起格鬥實況 好 縮交時報 第二節 第二節 我們就說上一節 我們還沒說完的 有沒有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The Shield 對著 這個重組的Evolution 那 那 那 因為 現在看他們那個 比賽的那個 build-up 之前 我也看到 有些 comment 就是 令我看到那個 情況就是 現在的觀眾 比起 如果你說 比賽上的期待感 OK 嗯 The Shield 這一場 分分鐘 是 更高過 Daniel Bryan 和Kane 那場 你覺得怎麼樣 首先要說一說 這個 那 其實 Triple H 是不是重感冒呢 哈哈哈 你想說一說 Triple H 他那把 死人聲 哈哈哈 話說 他一出來 他說話 他好像有淡 上鏡 不是 他應該是感冒的 他應該是喉嚨發炎 之類的 但是 我現在想問你 就是你先回答我的問題 OK 就是 現在你看 The Shield 對著Evolution 這個 鋪排 接著你再看 Kane 和Dellblanc 他們現在這一段 Storyline 你覺得 騙一場 會是成為Evolution 的原始 當然是大佬走尾啦,當然是Evolution走尾啦 那始終作為言角色上呢,Kane是一個所謂的執行 執行不知什麼人,都是一個中產階級的 而且坦白說,Kane當時Drop太厲害了 就如第一節所說,你去玩救回Kane這個角色 但是沒什麼作為,所以你放他在主要活動都差一點 雖然對於Daniel Ryan拿著Bel是很窄窄的,沒辦法 可能價值真的大一點,Evolution就燒 還有作為,其實都可以,有可以視為 比起Restominion來說呢 兩者的價值這場更大一點 因為兩個時代的一個大的Hill 一個Hill的Stable 那,也挺著服的這場 因為我的人比較以前,如果你說一場冠軍賽 你放在Komei來做的話呢 我自己是比較反感的 但是我看外面很多的評論和評論 很多人都會覺得,即是眨眼看 Shield和Evolution這一場呢 就真的比較像一場Main Event 這個就真的 這個就是,我不知道你WWE 你接下來,你下星期一就是Go Home Show了 你有沒有本事可以扭轉那個形勢 來平衡一下,看看Kane和Daniel Bryan的故事 可不可以做一點點火花 令觀眾有一點期待感 這一個就看看星期一他們怎麼做 OK,來到這裡 那些節目基本上就說著差不多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都有很多新聞要講 我們現在要開始講新聞了 第一單就 Jeff,你這幾個星期都有聽到我的節目嗎 上個星期沒有 搞錯了 哈哈哈哈 因為我就是想問聽眾有一個問題就是 TNA這一間團體我罵了幾多個星期 嘩,其實都很多個星期 好像做了這個節目那麼久 我是沒有讚過TNA OK,好像讚過 中間可能是因為大家遺忘了他才沒有罵他 應該可以這樣說 哈哈,中間那些情況 我覺得他們那些節目是 我是沒有什麼好說 所以我也免得說 但是現在看到TNA的情況就是 就是我上個星期都有罵了 Jeff,你聽回 哈哈 現在看TNA的情況就是 呃 更 什麼 什麼 什麼事 剛剛 喂 喂 Jeff 什麼事 不是,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我聽到你收到的雜聲 就是 看回 這幾個月 我都說過就是 TNA現在後台的情況 就是他那個士氣 是極之低了 那現在我 我收到的封就是 現在TNA後台的氣氛 是 開始陸續惡化下去 當然 每個人都走 是啊 呃 未必關每個人都走 那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那 你先走一個Sting 跟著你就A.J.Style 跟著你 現在剛剛 就宣佈 走 Kristoffer Daniels 跟著 遲下 可能走多一件 那個就是Frankie Kazarian 很正常 走 走 其實都 你的拍檔都走了 那 你走到 其他 因為 以我所知 現在 Bed Intention 他們兩個 都是 開始 公開接手 一些 Indie Booking 開始 會 可能 未來日子 會看到他們 去一些 Indie Show 我不知道Kristoffer Daniels 會不會回去 RH 我覺得 有可能 因為RH 那邊我稍後再講 先講講 TNA那邊 就是 因為 我都講了好幾個星期了 就是 他TNA那份電視合約 他8月到10月左右 這一段時間就完了 OK 那 以往呢 以往的情況就是 去到現在 現在4月 未差不多5月 去到現在 這些情況 通常 他們跟Spite TV 如果是達成一些 什麼協議 共識 的話 基本上 這個時候 他們是應該要公佈 但是 去到現在 目前為止 一顆聲都沒有 一顆聲都沒有 真的 真的 真的不知道 這個真的不知道 還有就是 有一件事最恐怖的就是 話說應該是 Exactly 大概的時間 我不知道 但是 都是最近這一段時間 就是 TNA他們 Natchville那邊的總部 那個辦公室 有一天 Dixie Carter的媽媽 Janice Carter 大小 大小 就突然之間 就帶了 他們公司 Panda Energy的 律師 就去了辦公室 那裡 不知談這筆 顯散 等等 通常這些 就是帶了律師 這些是談顯散嗎 一定是 這個我不知道 不如你解釋一下 這個說笑話 不過 你不覺得是 這個 就是 會聽 因為聽完 聽完這些 會有一個 就是 會令人想到 一件事就是 真的 真是仇人草莫 因為你不知道 現在TNA 這間團體 你還可以存在多久 OK 有很多人怕 因為你怕 你一旦團體 你一沒有了 你就失業了 那我們可以去哪裡 OK GFW 即是Jerrick 那間團體 對嗎 對 沒有路由 但 有一件事 比較尷尬 因為 最近這一兩天 亦都有一些 新的消息 傳出來 先講講這個 TNA 他們找了一間 公司 這間公司 我都沒有時間 因為我加班 我沒有時間 查一下 這間公司 是什麼 什麼東西 這間就叫做 UTA United Talent Agency OK 我現在看他們的官網 但是那裡 除了一張畫 之外 然後什麼都沒有 我按進去 他們的About 那裡 就只有一個地址 然後 不知道 不知道做什麼 我剛才都按進去 其實很 學生水平 那個網站 那個感覺 他們說 就是 這一間公司 是會幫TNA 去處理一些 電視製造 之類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會幫他們 去談一份新的電視合約 無論是跟Spike TV 談也好 又或者是其餘的電視台也好 總之他們 說就說 Confident拍森謀 是會幫到TNA 在今年之外 會談到這份電視合約 但是 以我收回來的風格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現在呢 美國 北美洲很多電視台 大部份 都未必會 會想去 觸碰 這個 FORCE BOSS 會不會觸碰 這個 我不知道 他們曾經有想過 可能會找WWE 但是現在都沒有聲音 ESPN 這個也是 接著現在又是沒有聲音 接著你看一下 譬如 Time Warner Cable那裡 那裡 他一直都說明 是不想跟束割有任何拉倫 所以為什麼 當年WCWC 也是這個原因 但是 提到Tom Warner 提到Tom Warner 就比較尷尬 就是 他們近來 就被NBC Universe收購了 而NBC Universe 一向 都是跟WWE合作的 更加不可能 這一個更加不可能 這一個更加不知道 那 就是 TNA現在這個團體 他們 究竟 怎樣 另外 有一件事 也比較尷尬 就是 TNA 他們最近 請了一位 在WWE裏面做的 也是 一些叫做 我看一下 這個人的 這個人的 這個人叫做 Duck the Bo OK 他現在呢 等等 我看一下 他的履歷是 曾經做過 這個WWE的 Vice President of Reality Promotion And Special Projects 就是一些 叫做 譬如 一些真人Show 譬如Total Divas Tough Enough 這些真人Show 又或者是 Special Projects 可能是一些 譬如一些 特別的Documentary 那 Duck the Bo 應該是由他負責的 現在呢 TNA 就請了他進去 做 Best Stage 以我所知 他的地位 就僅次於 Jong & Bird 是不是做 這個 懷念TNA特輯 我不知道 因為你現在 看TNA 那些節目 基本上 完全是抄 WWE 上個星期 TNA Impact 收視 OK 很低 不知道 只有0.8 創新低 自從EY 就是Eric Young 他贏了 World Healthy Weight Title 之後 真的 立即收視 插水 OK 就是 Eric Young 那件事 我也不想再罵 因為我上個星期 罵他很多 就是 你現在看一下 就是TNA 那些節目 很明顯 他們是 真的完全全是抄 WWE 問題 他們抄 不是抄五年前 WWE 那些想法 是他們一抄 即時 過濾 過濾 唉 嘩 抄就抄 OK 你Daniel Bright 一個大鬍子 OK 你Restlemania 你贏了 World Healthy Weight Title 然後 你四天之後 我們就看到 TNA 你們自己版本的 鬍子 老Eric Young 又是贏了一個 TNA 但是有一個 弱化版 根本完全 由頭到尾 由頭到尾 你這麼多年 Eric Young 數一下 數一下 OK 他都在TNA十年了 我所及 他2004年進去的 即現在十年了 十年裏面 他們從來沒有把Eric Young 拿來做過 是一個 好 叫做 尷尬的 尷尬 其實等於 Santino Marella 這樣的角色 對了 你等於現在 你WWE Santino Marella 你突然之間 下個星期 你將 WWE 態度 給了他 OK 情況是沒有分別 OK 變相了就是 你 現在你將自己 那條 叫做 我講得好聽一點點 堪稱 是你 團體的 鎮 團支部 即是這個 你這條 冠軍 最大一條 你給了一個 大家都 不會 take serious的人 跟著 你跟著 最搞笑就是 Dixie Carter OK 他上個禮拜那個 IMPACT 他剪掉了一段 Promo 好搞笑 他說 胡蘇 即是現在胡蘇 堅蠅 這一件事 是我想出來的 OK 如果有其他人 是做回同一件事 麻煩你 給我一個 Royalty 先 明目張膽 這些叫做 抄到抄到 明目張膽 OK 我真是 你追得我上嗎 我都就收拾了 我和我最厲害 不是 真的 現在你看TNA的節目 是真的有一個 即是會有一個 想 應該說是甚麼 有一個 有一個 是給到你 就是 OK 我們要就收拾了 我們現在隨便 OK 即是 有些甚麼 我們就抄 我們有些甚麼 隨便做了 就 還有 是的 就是 隨便做了 捱到 八月十月 然後我們 整間都倒閉了 因為 講真一句 他的團體 他之前都打算賣 OK 之前又說不賣 不賣 但是 幾個禮拜前 OK 你 荷里活那邊 有個報告 報道了 Jeff Jarrett那間 那間 Groberforce Wrestling 他們就找到一些證據 是真的 Karen 差點說錯名字 Karen Jarrett 不是再Karen Angle Karen Jarrett 就 說到明 是當時 他們 開始之前 Jeff Jarrett 和Toby Keith 是真的 聯手 是嘗試 談 是把 TNA這間團體 買下來 你自己做回 但後來 就談不成 然後就 不了了之 現在Jeff Jarrett 搞他的 GFW 這個名字 好巧巧 不信 不信 很不信 但是 他起碼有個希望 好過現在 就死的TNA 那TNA 你們看完他 六月 六月那些現場 說明他 怎麼贏 怎麼贏下去 我告訴你 一真的算吧 他六月 他舊僵走去紐約 那裡 Helmstein Ballroom 那裡搞鬍 我告訴你 你現在的節目 已經搞到 搞到 搞到爛成這樣 你還敢死去紐約 紐約那群粉絲 是瘋的 OK 如果你的表演 你一 糟糕的話 你整個表演 真的糟糕 我告訴你 真的糟糕 我不知道到時候怎麼辦 我不知道 OK 這一個 看看他們 六月 Helmstein Ballroom 那個表演 搞成怎樣 但是下一單 大家提到 Jeff Jarrett 這一個又要講講 Jeff Jarrett 他的新團體 那麼 越來越多 一些猛人 是 加入這個團體 我上個星期 也提過 他們 找到 一個 叫做 Dave Broome 就是一個 我不知道 這個 真人秀 你們香港 有沒有看的 The Biggest Loser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的 好 找到這個 著名的 真人秀 導演 producer 不是導演 producer 來跟他們 做一個 新團體 而他現在 也找到 另一個猛人 這個猛人 叫做 Hermisader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肯定你沒有 OK Jeff Jeff 在那裡 在那裡 我聽著 我在聽著 OK 不要 不要只聽 OK 做節目 轉數要快一點 OK 對了 按錯鍵 按錯鍵 Hermisader 他原本 那個 履歷 他駕Nescar 那些跑車 是啊 他是Nescar driver 然後 後來 退了 轉了 去做Nescar 的 龐術員 但是 原來 他中間 也有搞過 縮角團體 其實 他是一個 喜歡 縮角的人 他是一個多年的 縮角 那 變成 他也有一點 有一點 叫做 高 但是 UWF 他們是什麼 I'm sorry 我是完全沒有看過的 我不知道 比較indy的 比較indy的 都是indy的 都是一些 就是 他們是會找一些 TNA的人 會是 過去來 跟他們 搞 show 我現在看的資料 他們在 Virginia 那邊 和 North Carolina 那邊 也有搞過 也都 也有去過 ECW Arena 就是 就是這個 Philadelphia那邊 那個 好像羅馬鬥秀場 不是 不是 那個劇院格局 那個場 Helmerstein 那個是New York Helmerstein 另外 一個 Philadelphia那個 就是ECW Arena 就是 當年ECW的主場 那麼 我不知道 這間團體 當時 他搞得如何 但是 現在Jeff Jarrett 就找了這個人 來做 一個 叫做 director 就是行政總監 OK OK的 變相 如果你 你搞一間新團體 你的first impression 告訴別人 就是我身邊的人 是一些大顆的明星 一些 一些很出名的知名人士 例如 Dave Broome Dave Broome 搞過什麼 他搞了一個 Biggest Loser Biggest Loser 一個真人數 搞了 現在 不知道 差不多是第十六 還是第十五個 season 我都不記得了 OK 也是相當成功 長壽節目 等同於 你現在 即是 你survivor OK Survivor 那個producer 現在都去搞失角 他去跟 Conan那邊 合作搞 AAA 登陸美國 登陸美國計劃 是啊 登陸美國計劃 他找了 Mark Burnett 然後找了 Rodriguez 走去搞 一個 AAA 但是 Jeff Jarrett現在 他的團體 OK 你有Day Broome 然後你現在 有Herbie Sattler 變相了 現在 即是 鬆角界以內 那些人怎麼看 這個我暫時而知 但是 你最低限度 你給一個impression 就是鬆角界以外 那些人看下去 就是 原來有些知名人士 來去back up 這間團體 變相了 亦都可以吸引到 一些叫做 一些新的觀眾 或者一些鬆角圈子以外的 觀眾 來進來 看你 就是叫做 有少少注目性 我覺得 怎樣都是一件好事 但是到其次 很多人都問 Jeff Jarrett這個新團 是何時開球 這個就 原本 有些report 就說 2015年才會開球 但是 現在 看到一些更新的報告 就是 應該今年 年明應該會開球 越早越好 現在 越說越會攤動 但是 問題是 他們找到誰 現在我看到 他們扯了 那些人 個個鬼馬六 什麼 Big Daddy 陰淫 我不知道 他們是不是 刺客 一班刺客 我不知道 他們是不是找NWA 現在 那些 就是Rob Conway Justin 那些 不要緊的 你等TNA 等到六七月就搞定了 哈哈哈哈 然後又把他們 一人全部挖過來 圓 到什麼 過了 這一個 我不知道怎樣 但是 說下一單 下一單是比較興奮 OK 不要說 輕 因為我現在看錄音時間 還有 一 六四個字 興奮一點 Best save for the last 我現在說了一點 不是罵的 可能會罵一點 但是 也是一些不太好的消息 就是 問你先 你有沒有聽過Ray Mysterio 最近的更新 親善大使 我聽回來 由轉手變成親善大使 又最近聽的 No 這個不是更新 最更新的 最更新的資料 就是Ray Mysterio 他受傷 又傷了 又傷了 又是玻璃腳 哈哈 你其實是退休 退休 退休 不知道 因為 你傷 OK 都知道你不是第一劑 OK 你也是經常傷的 你還要是 在一個最尷尬的時候來傷 怎麼為之尷尬 就是因為他的份約 很遠 剛剛 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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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了 直後不轉手 不知道 分線大使下去 你普通粉絲 你可以很輕輕說退休 但是 如果你研究情況 你就知道 其實如果 Ray Mysterio退休的話 WWE 他墨西哥那邊的市場 都幾大劑 因為我們都 以前幾年之前 Sean縮角頻道 去到我現在的縮角時報 我們都說過很多遍 就是 WWE其實是想做一個 南美洲 尤其是墨西哥市場 而他們一定要找到 一個人 或者兩個人 來保持墨西哥市場 以前你有 Eddie Guerrero 但是去了 Eddie Guerrero 去了之後 你就剩下一個 Ray Mysterio Junior OK 但是近年 他又不斷 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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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你中間 你找到 Eddie Guerrero 昨天 應該是昨天 OK 好像跟你 聊過一件 問題就是 Eddie Guerrero 他有一個問題 OK 就是 我正在等這個答案 在等我的答案 OK 在我們眼中 或者是一些墨西哥觀眾以外的宿舊迷眼中 可能會覺得 以一個墨西哥選手來說 Eddie Guerrero 他是一個有Christmas的人 但是原來 你們不知道的就是 原來在墨西哥的觀眾眼中 他們是不覺得Eddie Guerrero 是一個有Christmas的人 他雖然在墨西哥那邊是出名 他雖然在墨西哥那邊很出名 但是 很多觀眾都不覺得 他真的是一個有Christmas的人 那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那這個就 關於他什麼事 令到他 就是墨西哥的觀眾眼差一點 不知道的 這個真的 有時候 所有Christmas的人 真的 沒得練 你也都沒得解釋的 這些事情 你有就有 沒有的 有些是天生的 有些就 可能 後期 好像小橋健泰那些 他就 他就 後天 來到後補 因為 如果大家不知道那個Story 就是 小橋健泰 就是他最初 他最初 他try out 全日本縮角 那時候 他瘦漫漫的小橋健泰 後來 巨人馬上看到 這個人 不覺得他有Christmas 不行 不可以 不可以 就把他拒絕於門外 然後 小橋健泰 打後的日子 他用了大約可能一年時間 不記得了 exactly 就去健身那裡 不停死衝爛了 滾到他現在 你現在看一下 小橋健泰 不要說他最高峰 你看回他全日本那段時間 他都很厚 很大件 後來就滾到這樣 又高又大峰 OK高 他其實六尺耳 不算太高 說一句 然後 後來 他的gym 那個coach 就是 幫他做健身的coach 後來 再一次 推薦他 進去全日本 然後 拍照 給馬祥看 後來覺得 這傢伙 OK 挺高峰的 但是 還是不知道 他行不行 算了 送他進來 訓練一下他 後來 變成 今時今日 這個 堪稱 日本縮角的 神級人物 這個小橋健泰 但是 再說回 Bretel De Rio 沒辦法 真的 Christmas 天生 你後天 沒得補救 就真的 墨西哥那邊 那些人 是覺得 他是沒有Christmas 他就是沒有Christmas 其實他們 習慣看過面具 有可能 但是 那些 那些 墨西哥 都覺得他很有Christmas 最搞笑的是 以前 他都是戴面具 但是 那些 墨西哥 都覺得他很有Christmas 但是 在以前的 墨西哥 宿角界 如果你脫面具 只是代表你兩樣東西 玩完 對 你玩完 或者是可以了 你去到這個地步 你就脫面具 但是 Conan的情況 剛剛相反 Conan的情況 是脫面具之後 可以令他更加好 其實 其實 他 其實可不可以說 是他帶著這個傳統 令到現在 墨西哥那邊 其實各界 開始有 隨便具 這些東西 其實 不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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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那個 隨便具 那個傳統是怎樣 你給我 一些時間 去做 資料搜集 我看一下 未來的節目 我們會不會有 會不會有機會可以說到這個 因為其實 墨西哥那邊 我不算太熟 所以我也不想說太多 但是 我是最近 我 因為我認識 Cord Bauer Cord Bauer 有跟Conan 有合作做一些事情 我是在他那邊 來聽這些資料 就是Alberto Dario 現在在墨西哥 粉絲生活中國的情況 而我知道的就是 只有這麼多 而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 OK 你 沒有Eddie Guerrero 沒有Ray Mysterio 接著你ADR 你又做不到 OK 變相了 現在如果 你就這樣 就放了Ray Mysterio 走 你整個 WW的墨西哥市場 你怎麼辦 我想起一點點 我想起一點點 好像TNA那時候 去日度 自己獨立 找一些其他合作 然後再放自己的人過去 那會不會 去那邊去鞏固呢 反而鞏固在墨西哥開一個分支 你去支撐 好過你現在去捧 WW有想過這件事情 但是他們做的方式 就有點奇怪 他們不是 想著 直接去墨西哥 又令開始 搞一個新團體出來 就好像 搞一個 新的 所謂的 新的NXT之類 我記得 2007年的時候 這件事也是Conan說的 2007年的時候 WW是嘗試 去賣Triple A 失敗了 當然失敗了 說真的 我們Triple A是 墨西哥 兩大團體其中一間 我為什麼要讓你進來 搓一隻腳 萬一 還搞笑 他們說 他們要買49%的股份 49% 剛剛不夠一半的控制權 那 有一點尷尬 就是萬一我們 做一些事情 就是 萬一 我真的讓你 進來引狼入塞 然後 然後 你 有能本事 慢慢慢慢 輕輕輕輕輕輕輕 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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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什麼 整間 Triple A 給你吃了 這麼多年來 WWE做很多這些事情 他當年 地區性團體年代 都用類似 類似這些技巧 來 吃不少 這些團體 告訴你 很多 所以 Conan 還有 寫 Triple A 老闆的名字 我都忘了 太多 這些名字 尤其是 南美洲的名字 很難記 但是 說回 Ramus Stewart 即 Ramus Stewart 這部分 就是 現在 他的問題 除了 他的腳腳傷之外 還有一件事 就是 其實WWE這麼多年 都沒有 說真的 很善容 過 Ramus Stewart 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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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 你覺得 Ramus Stewart 是一個什麼選手 還有你覺得 他有Charisma 我覺得 Charisma 我覺得 他一定有 他是一個輕兩級 很明顯 但是 自從 贏了 Helry Wade 之後 就佛寶信 到 好像是 CN Punk 的 派人 他 衝時間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劇情 說到 CN Punk 走了 當 當 WWE Champion 空置了出來 就要 要他們 整群 去爭 最後 Ramus Stewart 贏了 而 再和 我會拿一個人來跟Ray Mysterio做比喻 你們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Andre de Giant Andre de Giant 不能說了 宿角界或者WWE這麼多年來講 如果你說Christmas 他真的 不是第一都頭三甲 其中一件他最特別的就是 他那個身形 就是他那個巨大的身形 你宿角界這麼履厘 應該都以我的知識來講 沒有人高得過他 沒有人大份得過他 OK 那 跟著 就是你看回當年他們 怎樣去對待Andre de Giant 就是 每次走出來 他每次真的要預約Andre de Giant 都是一些很特別的attraction 都是一些很特別的情況 所以就是 跟著 那些觀眾 一看Andre de Giant 就會覺得 這傢伙是大勝 很特別的 OK 因為每逢一些很特別的情況 你才會看到他 他一出來就是要做 就是會做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OK 那他就是一個大勝 而你看回Ray Mysterio的情況 就是 你很少可以看到一個 只有五尺 五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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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五尺 五尺 八左右 他跟我差不多高 OK 戴面具 但是 同時間你可以有 那麼強 Christmas 你很少可以找到 這些人 你看 你很難找到 隨街撿一個 五尺 六 至九的人 你一撿都會覺得 這傢伙很有Christmas 你很難 OK 你很難做到 MMA 你可能找到幾個 你一個GSP 等等 Anderson Silver 我也忘記了他多高 等等 阿丹你記不記得 Anderson Silver 你記不記得他多高 有沒有五尺 我這麼高啊 Anderson Silver 因為他長又瘦又成 又長又瘦 他也有五尺 但是 你很難找到一個叫做Beggson 但是 底細的人 是 會有這麼強 Christmas 接著他戴面具 戴面具 這個就好了 就是 你的 merchandise 你賣面具 你也很賣 對不對 Sincarra 他也很OK 是啊 Sincarra 這個我稍後再說 我再說 Rai Mysterio 但是 由頭到尾 他們都沒有 把Rai Mysterio 做到 是一個很 一個特別的 一個很強的人 一個很強的人 就是因為 Fince McMahon 你這麼多年來 他都是 他都是那樣東西 喜歡大舊佬 覺得 Begger Begger and bigger OK 就是 你的小顆 你 不行了 OK 就沒有用了 OK 但是 最尷尬的情況 就是 之後 你看回 就是 不不不 sorry 我講快了 應該講回 Rai Mysterio 他贏了 title 那一年 OK 他在Restlemania 贏了一條 WR Champion 是不是 跟著 他們 是可以 其實那段時間 是 可以將他 build up 成為一個giant killer 巨人殺手 OK 其實是有得做的 告訴你 但是呢 跟著 做一做一下 突然間 Fince McMahon 就給一個idea 就說 他都是輸給Mahemry 他都是輸給Big Show 做回去 跟著你就做回去 跟著 跟著 你完全 整件事沒有progress 完全沒有進步 OK 跟著你後來 你幾年之後 你看回今時今日 你 近25年來 你WWE 是 谷島出來的 兩大巨星 CNPUN 和Daniel Bryan 兩個都輕量級的 CNPUN 好像是 六尺一 六尺六左右 Daniel Bryan 就五尺十一 OK 兩個很小 那 你說 為什麼你當年 你不可以把Rainless Stewart 為什麼你拿來這樣做呢 變相了 你今時今日 西哥 那個市場 不會出現這麼尷尬的情況 OK 跟著你剛才提到Sinkara Sinkara Sinkara這個就比較上 Sinkara這個就比較可惜 OK 如果你說 自己 自己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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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態度問題 又不聽教 OK 自己扮大聲 OK 現在我問Cone 他都 他都 想著 就是說 我們 不是說 不請 他們是想請 Sinkara 他們現在是 波 我引你進來 你是沒有問題的 OK 希望你沒有問題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希望你沒有問題 OK Sinkara Sinkara 是繼 Eddie Guerrero 以及Ray Mistero 之後 是其中一個 近十年來 從墨西哥出道 是最有Critism 的一個人 是啊 真的 你嘗試 你留下 墨西哥留下 新的那些 你找不到 一個新的 OK 就算 我現在作一個 scenario 你現在 你 和Ray Mistero不做約 或者Ray Mistero做不起 你要找一個新的 OK 但是問題就是 你現在 你在墨西哥留下 就算讓你找到一個 OK 但是 跟著 你要 build up 他 跟著 你要 教他英文 因為他們不會說英文 OK 跟著 你要 他習慣美式的打法 習慣 W-W的打法 OK 你要 做完 那麼多 OK 你大大話話 你需要十年 你比較好 你五年至六年 你才做到一個 新的Ray Mistero 或者Eddie Guerrero 出來 但你也要用十年 至 你很難六年 其實 我講真的一句 十年 你留意 Ray Mistero 和Eddie Guerrero 沒有 他們為何 紅 就是 他們九十年代初 Paul 希文 將他引到 ECW 好像是九五 還是九四年 左右 OK 然後 後來 你看看 Eddie Guerrero 他用了多少年時間 他利用了多少年時間 才有今時今的地位 他也要十年 他也要 他也要 然後 你再看 Rainwood Studio 同一情況 都是十年 是不是 是啊 你說 即是 你現在 你現在 做到 Rainwood Studio 已經有一個 前人 你後者 其實都很難再突破 他 這個角色 即是所有人 你想起 矮的面具 即矮的面具 即是矮的面具 這個角色 都會是 你想起了 Rainwood Studio 你再做出來 其實很難 是啊 即是 你現在 WWE 你有沒有十年的時間 去忍耐 去build up 一個 即是新的 墨西哥巨星 來hold住你 墨西哥的時場 但現在你 除了ADR之外 OK 你NXT 那裡有兩件 OK 一個 Ricardo Rodriguez 現在打了面具 叫El Nocaro 跟著另外一個 Kalisto OK 論打呢 這兩個 其實都不差 即是你說 Ricardo Rodriguez 你不要脫面具 就可以了 一脫面具 就只見到 中間分界 心理變態的死皮仔 但他一脫面具 他又另外一個人 他一脫面具 他可以打得很好看 Kalisto 這一個 以前獨立界 Sam Ray Del Sol 又是一些好東西 但問題就是 他有沒有 Eddie 和 Ray Mysterio 那種 Christmas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很難給 我不想說得那麼盡 他一定沒有 但問題就是 WWE 你有沒有這樣的知覺 就是OK 現在你找到一個 你有一個Kalisto 他懂得說英文的 他打一些比賽是OK的 你有沒有能本事 就是我們經常說 WWE 萬能packaging machine 死都阿翻山 你連不好的 都可以做到好的 譬如Hulk Hogan以前那些 Hulk Hogan以前AWA年代 Fern Garnier 都不覺得好東西 又或者Bob Backlund Bob Backlund那個時候 Fern Garnier 跟Fern Garnier 跟Fern Garnier 說 如果你有本事 如果你有本事 你能勾起Bob Backlund的話 I kiss your ass OK 之後真的 Fern Garnier 真的 真的勾起了Bob Backlund 現在 Fern Garnier 和Fern Garnier 有沒有心態 就是 OK 現在我要 撐住 麥犀哥市場 OK 因為現在 如果你Raid 不行就危危附 不過 找一個 可以叫做似的 來保持 看看 會不會選一個 Kalisto 我覺得這個OK 雖然我不知道 他可以走得多遠 但是我覺得 起碼有 而且我覺得 這傢伙都算好看 但是最慘的一件事 就是 一直說 他喜歡 Bigger & Bigger 那麼 他會不會找些 Bigger & Bigger 去 裝他 沒有 好啊 我也經常想起這些畫面 因為 這些畫面太多 你看到 大舊 然後 就變成 兩個Jobber圍著他 然後 就被他 秒殺的時間 你就會很難 去 撇除這些畫面 唉 一定是Jobber 還有 說回 Ray 那時候 就算 你贏 巨人 那時候 他都設定很勉強 他贏 那時候 嗯 他這樣贏 那時候 很沒有說服力 你會有這樣的感覺 要不就被 Bartista 做得 要不就 贏得很勉強 其實 其實都很難 唉 真的 就是 墨西哥那邊的市場 好運 看看 未來日子 看看有沒有 可以再說 多一點 還有看看 Rain Mysterio 現在他那份 弱的情況 是怎樣的 續不續都不知道 OK 我 聽到少少傳聞 是說 是 有心想續的 但是最終的結果 是怎樣的呢 這個就真的 看看到時再算 OK 還有十五分鐘 說完最後 我們可以 令我們 說得比較興奮 少少的東西 哈哈 這個 比較亢奮 但是中間 有少少失望位 就是 ROH 和 新日本的 合作大會 兩場大騷 哇 兩場大騷 五月十五月十七 其中一場 我會去的 OK 那 一個 Global War 和 一個 War of the World 兩場的 大會 的陣容 也都公佈了 出來 那麼 五月十號 多倫多那個 我先講一講 那麼 那個陣容 包括 新日本那邊 我們就有 彭翔雄志 拍著獸神拉格 就對著一個 中一爭褲和邪道 Bullet Club那邊 有一場 tag team match 那就是 AJ Style 拍著 Car Anderson 就對著 江田王牧 和愛道 跟著 新人道邊 高章 就會對著 IWGP重量級 冠軍 Number One Contender Michael Elgin 嘩 慘了 這一個 道邊高章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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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 Elgin 這個 嘩 嘩 這一場 大會 暫時 有三場 冠軍 第一場 我們有 IWGP的 輕兩級 雙打 冠軍 三場 我們有 Forever Hooligans 即是 Alice Coslove 和Rocky Romero 就對著 Time Splitters Kushita 和 Alex Shelly 就對著 Yumbucks Nick Johnson 和 Matt Johnson 跟著 ROH的 TV Champion 這一個就是 Fore Corner Survival 什麼意思 我不太明白 總之 Forever 我們有 Jay Lethal 對著 Thomas O'Champa 對著 Matt Tathen 再對著 Sylas Yin 跟著 R Witch 世界 冠軍 我們有 Adam Cole 對著 Michael Sorry 一個 Kevin Steen 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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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場 多人多大會 我有點失望 少少 雖然 其實 整體來說 看這個陣容 是OK的 其實 一場show 他有冠軍賽 他都有一些 很強的陣容 一些人是 出來讓你看到 但是 我有少少失望的 就是 新日本三巨頭 中一 彭橋 和江田 就是 你至低限 我們之前的 預約 我們之前講了很多預約 但是都沒有實現 不實現 不要緊 這些 猜錯 這些 I don't care 但是 三巨頭 裡面 你至低限度 你給我一場特別 單打賽 好啊 但是沒有 這一場 沒有 這個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我拿不到價 第二件事 就算我拿到價 沒有票 大佬 紐約那邊 都賣了 以我所知 多倫多和紐約那邊的票 都好像賣了 然後 大約是 這個禮拜頭 他們嘗試 要加價位 多倫多 強行加位 多倫多一邊加一百個 紐約那邊加四十個 我見到 我都 我都 不敢買票 我都不知道 我能不能拿到價 我近來開始 比較忙 我以為加班 我都不知道 總之 但是 這一個 show 就是 多倫多 這一個 有好有不好 但是 一去到 5月17號 紐約那個 那個陣容 就 我告訴你 我 好看很多 這幾年來 我看漏角 我沒見過 一個這麼恐怖的陣容 OK 恐怖的一個陣容 那個級數 我先 我由下面讀上去 我不如就 等下 數一數 那裡 一二三 四五 五場 公軍賽 OK 五場 ROH World TV Champion 我們有 一個 J Lethal 就對著 Koshita 跟著 IWGP的 World Tech Team Champion Carn Anderson 和Dogalos 就對著 Briscos Brothers 好看 好看 這個 一班 是 ROH World Tech Team Champion 我們有 Yung Bus 對著 Red Dragon 就是一個 Carol Rally 和Barbie Fish 跟著 IWGP 重量級 貢軍 你們大家都知道 乾田黃木 會對著 Michael Elgin 跟著 ROH World Champion 當晚也會有 Defend Adam Cole 或者 Kevin Steen 會對著 瘦神拉格 但是 有一件事 重申 他這裡就說 因為五月三 日本那篇大會 是啊 所有賽程 都要經過 五月三之後 的賽果才做實 是啊 可能 會變成 AJ Style 對Michael Elgin 是啊 如果大家 Defend師不知道 五月三號 會有一場 就是新日本 Wrestling Darku那邊 就會有一場 IWGP的重量級 貢軍賽 AJ Style 會對著 乾田黃木 如果這一場 AJ Style 萬一 萬一 很驚訝 贏了的話 AJ Style 就會在五月十七號 就會對著 Michael Elgin 但是 我疑似 應該 沒什麼可能 會 AJ Style 應該沒什麼可能 會贏 我不覺得他會贏 是啊 所以我疑似 應該會貼著 江田黃木 會對著 Michael Elgin 但是 除了這五場 冠軍賽 還有兩場 都 幾interesting 一場幾interesting 另一場幾可怕 OK 彭喬控制 就會對著 Michael 這個Michael Bennett OK 彭喬控制 對Michael Bennett 中一珍負 OK 剛才我說 5月10號 那場冠軍賽 Michael 經常說 Michael Adam Cole 對著 Kevin Steiner 5月10號 如果誰 贏了的話 就會對著 Jushin Liger 輸了的話 就會有安慰獎 安慰獎 就是得到一個中一珍負 哈哈 你這場 我為獎 哇 哇 這場厲害 我告訴你 因為Kevin Steiner 他跟RH那份約 六月完 我不知道 他們會不會 在這一個時間 會 突然之間 會給一條冠軍 給Kevin Steiner I don't know 但是 現在 我們當prediction 來說 我覺得 Kevin Steiner 他對著Adam Cole 那場會輸 接著 5月17號 他就會對著 中一珍負 那如果是這樣 這場好看 這場兩個瘋 這場兩個瘋 哇 正 這場 不服嗎 沒有了 沒有了 連那40張票都沒有了 二有所知 還有我拿不到價 拿不到價 沒有了 但是 親身現場看不到的 OK 即 我可以去5月10號那個 你們 在香港 或者大陸的粉絲 你們想看這兩場show 其實是可以的 去U-Stream U-Stream 這兩場show 是會以一個 i-pay-per-view的形式 來進行 你們可以上去U-Stream 那裡 不太貴 價錢 我不知道 我想大約 15美元至25美元 左右 其實不太貴 但這個是不是上次出市之後 RH 第一次 再來 i-pay-per-view 沒錯 是 RH 自從上次 i-pay-per-view 出市之後 第一次回來 i-pay-per-view 這個市場 但是好的就是 考驗 考驗 你可以說考驗 但是 叫做有信心保證 因為 它現在是跟U-Stream合作 它以前不是 因為它以前跟某些 什麽 細藝公司合作 所以搞到這樣 但是 U-Stream這間 有信心保證 你看一下新日本 他們兩年前 開始跟U-Stream合作 你有幾可聽到 是說他們的i-pay-per-view 那些streaming是有問題的 其實很少 很少 是可能 有時候 我自己試過一次 是 buffer過一次 然後 我一buffer 我重新reload 然後 就馬上 沒有問題 只是一次那麽大把 其餘那些 完全沒有問題 那 變相了 他們是跟 一些叫做 有信心保證的大公司合作 這個是一件好事 對RH來說 但是 這兩場 這兩場大會過後 ok 六月 六月大陣仗了 因為六月他們 那場pay-per-view Best in the world 他們就會回去一個 傳統pay-per-view的 震地 會做回一個傳統pay-per-view 但是 你們可能 現在聽著 有人問我 就是 你一個縮角團體 你搞pay-per-view 有什麽特別呢 其實 是有的 因為 進步 第一件事有一個進步 第二件事就是 你 很多一些 和格鬥有關的運動 比如 摔角 拳擊 又或者是 MMA 即是UFC pay-per-view 對這些運動團體來說 是一個比較上 大 或者重要的 收入來源 ok 而 為什麽這麽多年 RH 是搞不到pay-per-view 是因為 如果你要搞pay-per-view 你那個 雖然 那個 盈利 如果你搞得好 的話 盈利是會很高 但是相對來說 那個cost 是幾大的 因為你要和一些 pay-per-view provider 要分紅 要分很多錢 而且你要額外給一些費用 因為 你的製作費 你那裏都很高 一些camera 又或者production team 都 其實都很貴 是不少東西的 那裏 所以這麽多年來 RH 之前有些朋友 提醒我 他們之前是搞過 傳統pay-per-view 但是什麽時候 我都忘記了 但是現在他們回來 就搞一個傳統pay-per-view 那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好事 另外一件事就是 一些比較傳統的縮角fans 又或者應該可以說是 上了年幾 比如我當是 30歲過後的一些縮角迷 美國那邊 30歲過後的縮角迷 他大部份看縮角 是不喜歡在電腦的營國幕裡看的 他喜歡在電視 即 譬如我們這邊 北美洲那邊的人看縮角 譬如看 WWD pay-per-view Restlemania SummerSlam之類 是很喜歡 約三五成群 在一個 不是樂酒吧 在自己家 百多二百尺 這麼大廳 一部 三十多四十寸的電視 接著就 每人一瓶啤酒 坐在沙發那裡 然後 然後就 叫Holy Shake 叫不叫Holy Shake 這個例外 就是喜歡這樣 大電視 一個沙發 一瓶啤酒 大家在這裡 威威威威 舒舒服服 就不喜歡 一些二十多寸的電腦 來看 有很多粉絲覺得很無癮 好容易睡著的 你也覺得這樣很容易睡著嗎 是啊 你現在知道我的痛苦了吧 我一個星期看幾多表演 哈哈 一個 我看回Wing of Honor 但是 哇 兩場一齊 哇 不行 有些東西真的要飛 唉 我還要是 現在是 縮角 我數一下 給你聽 我有看什麼團體 WWE RH 新日本 TNA 選擇性 然後有些獨立的 譬如JJG USA EVOLF 然後MMA UFC 嘩 我看幾多表演 現在還要看Massad 還有 Triple A USA 接著你 Jab Jareb那個 今天死人GFW 哇 我真的 2014 2015年 我死都可以 你拉出那個廳門 看 對 對 很煩的 算了 很多功夫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 就是 RH現在 是 踏出這一步 我覺得是 你看回 他 今年 OK 由 2014年年後 OK 他們 請回 Chris Hero 叫A.J.Style 進來 就令到他們的 show 現場show 開始大賣 有很多show show out 的情況 然後 你看到現在 他們和新日本合作 然後 遮住和新日本合作的機會 他們會 去和 Ustream 合作 做 i-pay-per-view 接著 再去到 未來6月 他們 就會開始做一個 傳統的 pay-per-view 你看到就是 RH今年 真的 開始慢慢 一步一步 一級 一級 爬上來 就是 見到現在 TNA 你現在開始做到這麼爛 OK 就見到有一個空拳 就是 譬如 上位是時間 就是 上位是時間 就是 譬如 有些粉絲可能覺得就是 WW不要看 我不看WW 我看TNA OK 但是連TNA都 搞到爛成這樣 我們需要一些新的選擇 OK 那就變成了 現在你有RH 其實真的挺好看 不過 首先要做一點批評 我看那場表 其實燈光真的差了一點 有時候你在 兩個選手錄到場 場外互偶 但是她那些 spotlight 不是追著她來打 就是 一時光時暗 時光時暗 其實燈光是要做好一點 對 但是整體來說 整體來說 其實真的挺有新鮮感 而且是好看的 整件事呢 你起碼作為一個Hill 你看得多 WWE的時間 你會覺得 好像H 那樣 有個女人在 她會找個女人來擋招 但相反我 就是剛才所說的 Ring of Honor的H 就是 Michael Bennett 那她 她 她女朋友 Maria 上台 她不會找Maria 去擋招 而是自己 推開Maria 自己吃回那個招 其實她作為一個Hill 我覺得 好新鮮感喔 其實 起碼她會做回一些 真的摔角 我要贏 我真的 我要自己贏的時間去做的事 對 你說了 那個點子很好 就是她們那個 現場展示的 燈光的設定問題 是經常被人救病的 那 我在Cord Bauer那邊 我們也是 問過 她們給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件事 她們一定會做 這些改善的事 她們一定會去跟進 她們會 在6月那時候 那場面會 可能會改過一些 燈光之類的問題 那 這一個 是要等保衡的 說真的 ROH的母公司 聖客的 Broadcast Station 雖然不是說 一些很大型的電視台 一些很跨國的 就是全國性的電視台 但是 不是說真的沒有錢到 可憐那一種 尤其是 你看回今年 她們的 表演開始大賣 變相了 資金上 可能會 都會流動 都會流動 都會流動到的 OK 這一個 6月那一場 Best in the World 和5月十 5月十七 這一個 大家拭目以待 二三場 二三場 跑牌 對 記住 看看你們香港那邊 希望你們都 不要經常靠下載 買來看 我最感動的就是 我上次 我上年年尾 我 公開一個 Wrestle Kingdom 那時候 我 也都說過 同類型的說話 就是 不要經常靠下載 希望你們買 真的有些 我們的聽眾 真的買了來看 然後有幾個 也都是 買完看 即買完之後 約買我 一起 喂 大家一起看 怎樣一起看 是 他們播的時候 我有同步一起播 同步一起播 同步一起播 OK 然後我們就上來 RC 大家一路看一路聊 OK 這樣有氣氛 我一路擦著啤酒 我就一路擦著啤酒 你們 香港有沒有拿啤酒 我不知道 OK 這一個就 即 即 你們大家 支持一下 即 即 即 叫做 告訴別人 香港的市場 是有得做的 那 你們證明到香港市場 有得做的 現在香港搞港肅 那一班 都叫做 有些 叫做 有 有 有 建立 你說 想一下 Wia Network 都 торx 做 香港 我也不知道 為甚麼會只做香港 因為這個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 Wia Network 我 我不知道 即 那一天 我才跟一群台灣人聊 為什麼會先給香港 為什麼不給台灣或者大陸 他沒有說過大陸 我加上去而已 懷疑可能是跟他們當地的一些電視台的合約之類的關係 應該是有影響的 因為以我所知 我們加拿大為什麼要等到今年年尾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嚇死我 等一下 等一下 但是第二節錄了整個小時 我們這個節目就要這樣 Jeff今天麻煩你做替工 替鬼做了一集 緊張又興奮 不用緊張 就算是做節目 我們只要是 知道自己吹什麼就可以了 不要亂吹 亦都不要吹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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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各位幫忙 謝謝大家各位的支持 希望下個星期 我不用再加班的時候 可以 阿鬼 再跟他錄 再跟他做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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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收聽 我們下個星期 摯國時報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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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多謝你收聽Only One Radio的節目 想知道更加多的節目內容 又或者收聽其他節目 請即登入 我們的Facebook 3w.onlyone-radio.com 如果想知道我們更加多的資訊 請即登入我們的Facebook 網址是 3w.facebook.com 斜畫 Only One RadioHK